嘘 你 你这什么情况啊 运动啊 买了 对啊 新宠 你看 我这不出门 就能周游全世界 我这一会儿 这个菲律宾的这一个线 已经让我兜一圈了 厉害 我以为你啊 要是真的闲着在家没事干呢 真的不如出去找份工作做 我们麻醉科那小张老公 换了工作没两天 马上就升职了 你能不能说点有营养的 我觉得这样挺好啊 在家里边排毒出汗 我跟你说 这机器是缓不上升啊 我就这么一会儿 我已经到二十级了 你说我厉不厉害 鼻子好 厉害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医院来了个病人 才四十岁就进了ICU 什么情况 运动过度 我继续的 这是我们的另一款读书机 这款读书机呢 包含着很多内容 三号机控制好这个画面 不动了啊 而且包含很多生活上的知识 什么玩意儿都是啊 妈妈 妈妈 乐乐 乐乐 宝贝啊 你怎么跑来了 乐乐到了幼儿园门口 说什么也不进 哭着闹着说要找你 我没办法才带她来的 乐乐乖啊 她是小孩 你不能想办法呀 你给她买个玩具 买个冰激凉什么的 不就行了吗 妈妈 我怕你不爱我了 妈妈怎么可能不爱乐乐呀 妈妈最爱乐乐 乐乐是妈妈的小宝贝 对不对 那不是妈妈的后宝贝 是不是 妈妈 你这天太辛苦了 等待我要给你买 好多好多好吃的 好好好 好乖的 乐乐呀 好 来 乐乐 我们去买冰激凌 买冰激凌好不好 那小夏阿姨带你去买冰激凌 妈妈再见 再见 妈妈当天回乐 好 拜拜 最近干得不错呀 开发 是您领导有放啊 是您领导有放 你说话不要带刺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不敢 我听说 您有辞职的想法 说实话 我也舍不得 但是你如果自己决定了 那我也只能忍痛割碍 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啊 您这是要撵我走啊 哪里呀哪里 你别误会啊 这里也没有外人 我就直说了吧 下个月 公司人事部门 要来考察我的认知情况 那天在车库里头 你看到的 希望你 能够守口如瓶 所以您希望我这个月 就离开对吗 我没有不信任你啊 为了这次升职 我整整等了六年 躲不起呀 您说的是这个吧 你拍照了 我一种拍到的 不过还挺清楚 您看这动作 开发 你冷静点 有什么事 我们可以商量 怎么商量 你说说你的条件 我能答应的 我都答应 我都答应了 我要辞职 那照片 照片我删了 我不是想讨好您 我是不想伤害您的家人 您的夫人和孩子 我都见过 我也知道被背叛的感受 我不希望他们伤心绝望 我可以走 但是我有条件 你说 我希望我的团队 在考核中得到公平的对待 他们的业绩配得上所有的荣誉 不管您今后高升到什么样的职位 请记住 不要让下面的人寒心 没有他们 您什么都不是 知道我为什么辞职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您这样的人手底下工作 太丢人 你 你 离开的时候 才知道拥有意味着什么 不舍得感觉 也才会如此真切 无法掩藏 纵有千斑不适 那一刻 你只记得她的好 因为她 曾经就是你的全部 说 是你啊 王姐 老规矩 好了 好了 来 你这一天吃这一顿太没营养了 伤身体 没办法 等我找到工作再犒劳自己吧 真是个好孩子 真是希望今天面试能够成功 又今天还有面试啊 这么大的沙沉暴还去啊 没办法 都约好了 总得言而有信 我先走了啊 祝你成功啊 请进 我是迟到了吗 怎么 一个人都没有呢 这是我的简历 你 你先坐吧 走 不好意思 有 有水吗 我 我想说出口 在那边 好 谢谢 我们可以开始了 你被录取了 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安排了十几个面试的人 但是今天是特打沙尘暴 只有你一个人来了 做新闻工作的呢 最重要的是能吃苦 希望你在工作中 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我们看过你的简历 你的专业能力也非常强 好 谢谢 王姐 可以 那你啊 黄姐 老规矩 好等的啊 你也帮我喝水 我面试成功了 恭喜你啊 爸 干吗呢 我跟朋友吃饭呢 我们那个电视台门口 好多小馆子 我在吃烤鸭呢 那可得少吃点 不能再胖了 胖了就找个男朋友了 你现在还和你朋友 住在一起啊 你就是那个高层的公寓 有电梯那种 爸您知道吗 那个电梯里还有 人专门摁电梯 我就觉得奇怪 M师派把电梯给戳坏了吗 这种职业早晚就得淘汰 别光吃面包 喝点水 别再噎着 不会 怎么会噎人说的 我去心里面 我去做这个地方 我去听说 我去看一看 我们在一起 我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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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 谢谢 开放姐 宋哥这每个月 只给一千的抚养费 还多让你提供发票 真的太过分了 离婚前气你 离婚以后啊 想尽办法折磨你 婚姻这事 我可是提醒过你啊 反正这日子我是没过好 但是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你也要做到 开放姐 你现在也没了工作 这一千块够吗 这一千块我是一分不会花的 这是她作为父亲 最后的一点尊严 没工作我可以再找 但我从来都不会依附于别人 你也要做到 你也要做到 你在这儿瞎跑什么呢 我不跑我死毒了呀 我都跑啊 前面有人 哪儿了 这儿 这儿 我就干就当 我跟你说我连枪都不剪了 我一把枪赶死他 就你的水平 算了吧 我这给你怎么呢 我才玩了一天 你玩多长时间了 你是二十四小时 没休息过玩一天 换别人早吃鸡了 小心点 小心点 我 我跑圈了 为什么我死了 前面有人 房子里你没看到吗 没有啊 有人 你现在这辞职之后 完全成了网瘾少年了 没个正事干 你还学人家吃鸡 你吃得到鸡吗你 吃着啊 我鸭 饿子 都能吃的 我玩 快点 吃饭准备去上学了 咱们家男的呀 就指着你呢 哎呦 你 你沉迷游戏日夜颠倒 你看你现在像成什么样子了 你 雅如是好脾气不搭的你 我要是再不管你 你就无法复天了你 我告诉你 今天我非得揍你 我今天非得揍你不可啊 哎 我看人了吧 哎 你好 我马上就吃着鸡了 一万多块钱的工资 就够基本生活 我女儿马上要出国了 到了那边学费 生活费 都是我的 这么大一笔开销 全等着我 我找谁哭去 想想都害怕 春天多大了 十八上大一 我就剩两年时间 咱家了 行啊 你现在投入也没值得到 但是春天又拿奖学金 成本又拿第一名了 将来一定有 我出席 好 请爱的 罗外的节目嘛这是 怪不得刚才不接电话呢 原来在这儿等我呢 我给你 这送给你 谢谢 我不太感恩了 我也 太感恩了 哇 太用麻了 太用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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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都不愿意 喜欢 这谁呀 就是 这谁呀 是我外婚出了凉 什么时候盯了花呀 藏得可真盐 我们都不知道呢 也没多久了 反正请你们喝起酒啊 好 还有没有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能欺负人家 你听没多人在这儿吗 不是 好啊 就是糖 我一定会糖分的 对 怎么样 请问 你腰有意 小姨能够着 我没有 你拿你车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那我们 你跟云磊哥也挺好的 我不一样 亲密关系 经济支持 沟通 通到没有 你哪有什么不开心门上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麻木 我跟你们说 从今起啊 把我婚礼的红帆都准备起来 我要给春天散学费 哪有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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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那么没有 你们都在这里啊 少茶都不能少红包啊 你要光给一点啊 谢谢 恭喜 先提前恭喜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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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周六这个时候都会在这儿 为了避免我们两个吵架 我希望你避开这个时间段 �이 谁呀 你那份笔 好的 谢谢啊 进了 快递 谁的 你老公给您的吧 什么这是 闻着有点什么味 腥味 他都好久没给家寄东西了 这么沉呢 知道是什么 一点浪漫都不懂 都给您啊 慢慢吃下酒 鱼丝 钱上的事啊 绝不能指着男人 那你分什么人 我 更指不上 不不不 爸 别了 他们一下 我跟你说正事 聚会的事 能不能考虑考虑 怎么了 聚会的事 他们两个也挺可怜的 你说一个离了婚带着孩子 还有一个是失了夜没工作 你跟他们岁数差不多大 你替那两个叔叔 跟他们聊一聊 我说得着吗 轮得着我管吗 再说了他们听吗 爸 您还记得吗 我小时候 您老说他们多优秀 现在呢 事事生于熊边 你也别嘚瑟了 我嘚瑟什么了 本来就是 谁也不知道明天一开门碰见什么 你这怎么全是绿呀 亲爱的 我现在卖保险了 如果你有朋友想了解或者想买 都可以找我 我给你提成 干吗 有人呢 约吧 这么多年不见了 为了让仨老爸不再废话 咱们怎么也得约一次 你多笑什么 其实没这么多 你真是想这些 儿子 就是 阿姨 我是我 服务员 你好 这个女小牌还有吗 没有了 都被前面的先生买完了 你好 咱们上次见过的 还记得吗 然后呢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 我还没说呢 我每周都出差 难得今天有空 邀请朋友吃饭 他点名要吃这个 所以爱莫能助 不好意思 爱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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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客气 你等会儿 这三盒给你 一共是 你扫一下吧 我爸引读车不是为了这个 要还是不要 付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小青家的情况啊 就是这样 盐盐也辞职了 是吧 你说你们仨啊 可真是 就没一个省心的 赶紧见面 你们互相开导开导 我不见 爸 您能不能不老跟我找事啊 我怎么是跟你找事呢 我是好心 想让你们同龄人 互相安慰安慰 你们三个人哪 就你的情况最差 我问你 你们俩为什么离婚呢 咱不是说不提这事了吗 性格不合 性格不合 行了吧 还没说两句呢 你就烦 就你这臭毛病 谁能跟你性格合呀 我什么毛病啊 大手大脚 冲动鲁莽 脾气臭 我这也是遗传年啊 改不了 结婚没两年就离婚 那孩子怎么办呢 还遗传 你别把屎盆子扣我头上 我跟你妈可是一辈子 你呢 您别老跟我提我妈 老老反正我养的呢 我把她养成公主 养成女王 我绝对不会让她受一分委屈 行吗 行了吧不说了 小乔 你怎么了 我爸妈又离婚了 我爸妈又离婚了 没事 大人命就是打架 不可能真的离婚的 不在我们家写完作业 合到家就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要是敢做我就跟你离婚 离就离 离婚 一天到晚不着家也不做饭 一天什么也不干 饭也不做就知道吃就知道睡 我要跟你离婚 开放啊就跟你了 我才不要呢 你摔谁呢你摔 我爸妈也要离婚了 别哭了别哭了 我爸妈也都说离婚好几次了 那你不着急吗 我支持他们离呀 天天吵架 烦死了 我都醒好了 等他们离婚完婚 我自己住就没人管我了 我不希望他们离婚 我只希望我们一家人 呵呵美美地过日子 我也是 他们离婚了 我会被同学嘲笑的 我帮你 你不得了 他不想 did 我该不得了 我愿意 我还是要你 我跟她说 你不得了 我又要你 我不是 我跟她说 我便宜了 我 你不得了 我 开口 你怎么 jeu 约吧 这么多年不见了 为了让撒老八不再废话 咱们怎么也得约一次 这女儿是你的 不是我的 是你的呀 乐乐 叫叔叔 叔叔 乐乐 真乖 真漂亮啊 那你觉得萧芹是不是 她有什么事找咱们呀 你是不是特不想来啊 你怎么说话真冲啊 我发现这么多年没见过 来吧 叔叔 谁呀这是 乐乐 叫爷爷 爷爷 爷爷 我是乐乐 爷爷 我是乐乐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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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好久不见了 乐乐 叫姨叶 姨叶 姨叶 这么大了 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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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老朋友啊 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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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乐乐 你叫乐乐 好可爱 请来一会儿了 来一会儿了 乐乐 乐乐几岁了 我三十岁了 多快 真可爱 乐乐好漂亮呀 长大了肯定比你妈妈 还要漂亮 哪有你有福气呀 这么年轻 女儿都上大学了 我们家乐乐太小了 各有利弊 你们上大学多风光啊 大学毕业之后谈恋爱 生活那么精彩 我那会儿 正在家里给孩子换尿布呢 来 为咱们两代人的教训 咱们赶紧 可不吗 多长年没见了呢 对啊 不用事 叔叔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小时候 小时候咱们老家 一块儿吃饭 你们仨小时候 天天在一起 嗯 言言 你小时候 衣服不够了 有时候就穿他们俩的 年纪们都疯不出来 你是男孩女孩了 对 您现在还哪里开玩笑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我这取向没问题 这得亏我自己强大 骗死了 骗死了 裴方 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好苍白呀 怎么了 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 我 我前段时间辞职了 你看我这问的 这不是实话 没什么 干我们这行经常的 干得不开心就走 现在带孩子可不比以前 花钱的地方特别多 而且你现在忙着找工作 肯定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怕阿姨跑了是不是 可不嘛 我现在就希望 我们家阿姨 能够多待几天 帮我照顾乐乐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女人很容易没有完全改 我们要找到 积极有效地 保护自己的办法 什么办法 买保险 你看啊 开发 你听我说 现在啊 有很多的险种 特别适合你 女人就要有长远的眼光 要增加自己 抗风险的能力和意识 你不能用那种 传统的观念来对待 买保险这件事情 它不仅是你需要的时候的 那根救命稻草 关键是 它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 投资行为 它跟买股票不不一样 股票那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心脏受不了 那买保险 它不仅能保证 你的资金安全 更重要的是 它能保证你的资金增值 我现在 在一家保险公司做兼职 我们公司新推了一个 闲种特别好 每个公号只有两个名额 内部加达汽车 太划算了 回头我给你留着 好吗 我现在没闲钱 那没关系啊 我先替你把第一年的保费 先付了 回头你给我写张欠一条 那个 你先聊着 我接个手 我跟你一起去 开发 你好好想想 有帮助的 严严 你现在也有安全隐患 那说说 虽然你现在的钱 几年不工作都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钱放在那儿就是贬值 是 我还是那个观点 必须要做安全的投资 没错 那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 博文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你给他买投资的 交易显了吗 没有 太危险了 到那时候 万一你的资金出现了风险 光当一下 你的生活 拦腰斩断 国外上大学 那私立学校学费多贵 那时候你的钱跟不上 你眼睁睁地看着他 去餐厅里面打黑工 不能让孩子因为打工 他耽误了学业是不是 他的问题啊 我考虑不了那么多 我也管不着 我呢 就管好我自己 我就想咨询一下 因为我的皮肤不是很好 我想问问有没有 细致到有这种皮肤险 因为我知道国外保险 有牙险 胳膊险 胳膊险 什么险都有 担心有一天 我走着走着道 我脸皮啪一样掉地上了 这可就坏了 对啊 有没有那个皮肤险 你看你们还是没听懂 生活非常地残酷 非常地现实 到你需要钱的时候 后悔 罢了 真的 要未雨绸缪 你知道吗 不是 我也很认为 爷爷 你有钱 你 你买呀 我事儿呢 我这不是咨询的吗 对啊 有没有联系 就是那种能把脸 捡起来的血 老习啊 这位 晴晴 那工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没有吧 我怎么记得 原来是做那个空乘工作的 怎么刚才他一直在谈保险呢 不是说坚持呢 有俩工作了啊 也不容易 你醒醒那孩子这嘴呀 这天天的 来 开放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呀 你不是卖保险吗 你不是要完成任务吗 盐盐有钱 我就让他去买你的保险 这不是在帮你吗 这么多年 你的情商 也是没有一点进步啊 你怎么说话呢 这么多年 你倒是改变挺大的啊 越来越势力了 我怎么势力了 我真心为你们好 我怎么行了你 你装得累不累啊 你说着不累 我们听着都累 你卖保险 都卖到饭桌上来了 你为了挣钱 你把十几年 不联系的人 都能去到一起 你可真有意思啊 你有这闲工夫 你关心一女儿 你有人退学了知道吗 小叔 对不起啊 我话多了 我觉得是这样啊 大家好长时间 都没见过对吧 见了以后叙叙旧 我是想开个玩笑 咱就抹过去了这事 咱们一下 给搞严重了呢 我我我现在 我现在特别想跟大家 好好地聊聊 其他的叙叙旧啊 显然现在也不太合适了 我就先走了 你们当着孩子面啊 别别老这么 剑拔弩张的 好好说话啊 叔叔 我就先走了 走 走 走吧 我师父送你走 走 进行啊 谢谢啊 对不起啊 我也得先走了 我还得去找工作呢 这顿饭算我请了 我去把账结了 萧晴的样子 让我内心一阵悲哀 那个曾经傲娇的公主呢 欧阳妍妍后来说 我跟萧晴越来越像 我说那是因为现实和岁月 对女人用的 都是同一把斗 满意了吧 你哪拨的 服务员 打包 你要不 还是买点萧晴的那个保险 爸您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他那什么小公司啊 我都 我都不知道出了事 你陪找谁去 我们全家一家三口 一年的大病险 瘦险什么隔一块 得好多钱呢 我买他那个干嘛 这这这这两回事吧 这这 萧晴和你 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该帮忙你得帮忙啊 我天哪爸 那跟我一起长大的人多了 那这这这怎么帮啊 你说你这涂胆什么 那那一起长大 他怎么不让我免费坐的飞机啊 那这两回事啊 又是两回事 说萧晴 做两份工作 比你有目标啊 你呢 您这就不是点回事了 真行 行 人都有出去 就你儿子没出去 不是 你们仨人玩得挺好的 你们仨就玩 你干嘛帮我们仨小的 非得要凑一块 我就不明白了 行 你不买 我买行不 你买钱也是我的呀 我自己有 你 行 我给您买 你别生气啊 你生孩子气 你也不能这乱吃药 你李时珍也没这么吃过呀 你这要吃错了药 你出事了 已经出事了 我这是保命 保我这条老命 怎么了 我 我要去他们学校一趟 明儿就去 一大早 你你你你别问他了 我已经问过了 人说只要孩子退出来 就 就回不去了 那就 那就回老家重途一年 回老家 我也问过淳妞 她说不管你给她送到哪儿去 只要是让她学金融 送到哪儿她 她都退 那退我干吗 她说她 要上北京来 飘 飘着 你 你怎么办 真的 把她灌得够可以了吧 你是不是这要劲上来了 太可笑了 这一家是太可笑了 你这吃什么药这都是 有没有中国的你这都是 萧叔 您怎么来了 快进 快进 你这换鞋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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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袜子好几天没换 不换 你赶紧坐 你坐 我给你带点茶 孩子买点水果什么的 谢谢萧叔 您太客气了 还有孩子呢 她呀 那个阿姨送去幼儿园了 红茶好吗 行 都行 都行 带点水就行了 拿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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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躺啊 您怎么突然来了 好嘞 好嘞 您 那个 那上次晴晴 咱们聚会的时候 说话 别往心里去啊 您可别这么说 其实 上次我说话也太重了 我让您都下不来台了 我给您道个歉 对不起啊 你们仨子从小一块长大 从小就掐 也许说我多心了 你们真得是 在一块儿互相多照应才行啊 我也想像你们 像你们仨似的 其实我现在挺理解清清的 生孩子那么早 又得工作又得顾家 确实太难了 难不难自己都知道啊 我觉得其实你那想法挺好的 把孩子当成主要的 多给孩子时间 工作上能少一点就少一点 陪伴孩子多重要啊 晴晴原来也是这么说 说忙完这阵就 照顾孩子 照顾孩子 可是他永远忙不完这阵 忙完这阵又是那阵 但是我 我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千万不能这样